公元238年6月,曹魏锦出二年,魏国太尉司马懿带领数万大军出击辽东,玉讨平当地军阀,公孙渊,公孙氏军阀占据辽东这个边陲之地已有五十多年之久,是曹魏统一北方所遗留的唯一的漏网之鱼,从公孙度开始,公孙氏家族经历了三代四位统治者,政权存在五十余年,名义上向曹魏称臣,其实仍拥有极大的独立性。 按说司马懿出击辽东,理应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之举,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司马懿为了个人私利,在辽东坐尽杀鸡取卵。 刻薄残毒之势,不仅没能巩固中央政权对辽东的统治,反而严重动摇了汉人在东北亚地区的根基,导致辽东最终沦入鲜卑,高勾离之手。 当然对司马懿个人来说,这些惨毒之势,反而是他登上最高权力之路的重要砝码,读历史,明事里,大家好,欢迎订阅爱史说。 司马家族乃是高阳帝之子众离的后裔,在周宣王时期,因其先祖立有战功,被刺姓司马。 司马懿的十二世祖便是曾投身向羽麾下的司马仰,因其受封河内,司马家族便在此世代繁衍,到了司马懿父亲这一代,已经官至经兆尹,因此,身为官宦子弟的司马懿,在很早的时候就将官场的那套把戏摸得门清,对于朝局形势,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马懿饱读诗书,满腹计谋,可惜他生逢乱世,国贼曹操把持朝政,胁迫右帝,他深知,如曹操这般智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以他司马家现在的实力是万万不能与之抗衡的,何况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喜怒无常,宁我妇人,人莫妇我,吕伯奢,杨修不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因此,在司马懿内心深处, 对于曹操这个人是十分忌惮与恐惧的,所以,他宁可怀才不遇,也不愿伪身于曹氏一门,但偏偏是与愿违,早年,曹操的重臣催眼便很看好司马懿,称他英姿不凡,做事果断,因此,盛名在外的司马懿,渐渐进入到曹操的视野,起初曹操为司空时,向他发出邀请,司马懿故意卧病在床,称自己患上封闭症,不能就任,为此,多疑的曹操, 还有一派人刺探,结果,被司马懿的影帝演技瞒过,后来,曹操高居丞相之位,邪天子以令诸侯,便强行让司马懿出山,授予他文学院一职,并放话威胁,若司马懿还敢装病不适,必让他碎尸万短,即便到了曹营,司马懿也是收敛锋芒,表现平庸,直到曹操让他辅佐太子曹丕后,他才渐渐展示 初让人叹为官职的才华,关羽驻扎樊城时,曹操麾下文武畏惧关羽,因许昌距离樊城太近,纷纷建议迁都,这时候,只有司马懿将时局看得明了清楚,他料定东吴孙权,地定不会坐视关羽坐大,吴蜀之间将会反目成仇,用一场大战来结束当初的同盟关系,后来,果如司马懿所料,吴将吕盟袭取公安, 关羽败走麦城,最终被吴军所杀,此后,刘备是为关羽报仇,愤然兴兵与东吴展开一陵大战,结果,被吴军打得大败而归,花甲之年的刘备,忧愤成疾,抱着巨大遗憾,在白帝城亡固,司马懿的料事如神,让曹操更为器重,经常称赞,刘备得孔明,故意有重答 但另一方面,曹操又对司马懿的阴沉性格心生戒备,他时常听人说,司马懿有雄豪之志,狼固之相,有一次做梦,竟然梦见三匹骏马同时在曹内食草,这一步祥征兆让曹操对司马懿动了沙念,但曹丕却与司马懿感情甚堵 甚至对他越来越依赖,曹操见此情形,也是无可奈何,已经老迈的他只希望司马懿将来能尽心辅佐儿子,成就曹卫一统江山的霸业 但演技精湛的司马懿,恐怕要让一生雄才大略的曹操失望了 曹操死后不久,曹丕便迫不及待地篡汉自立,建立曹卫政权,司马懿也被着身为御史忠诚,丰安国相侯 不久后,曹卫便兴兵伐武,此时的司马懿实际上还只是担任一个类似运输队长的职务 但曹丕却对司马懿格外看重,经常将他比作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的丞相萧何 可正值盛年的曹丕却突然身染重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的太子曹瑞继位,视为魏明帝 此时,属相诸葛亮已经开始兴兵北伐,曹瑞任命司马懿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并假黄月 司马懿一直对诸葛亮发明的牧牛流马十分感兴趣,这玩意不仅小巧灵活,而且还能自动运输粮食 蜀军就是凭借着他让粮食源源不断地从崎岖险军的蜀道上通过的 这让曾经担任过运输队长的司马懿嘖嘖称奇,于是便想将他据为己有 他派士兵千辛万苦地将牧牛流马搞到手后 竟陡然发现这玩意竟然不听他使欢,在蜀军手中的神器到了他这儿竟成为一堆烂木头 司马懿气急败坏,于是主动出兵攻打蜀军 然而,诸葛亮早有防备,他宿命魏严率领一支小分队出战 然后扬拜而退,将司马懿的大军引至上方谷 这里崇山峻岭,草木茂盛,蜀军居高临下,张弓搭建,将火把与弓石绑定 齐齐向司马大军射去,一时之间,火焰漫天,浓烟滚滚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司马大军慌乱不跌,手足无措 而谷口又由蜀军把守,即便司马懿狡黠聪慧 此时也是插翅难逃,急得他大叫,我命休矣 可正当司马懿悲叹焦急之时,一声惊雷响彻山谷 继而一场倾盆大雨,将那熊熊大火瞬间浇灭 司马懿大喜,趁机杀出重围,急得在山顶之上坐镇指挥的诸葛亮望天悲叹 老天筑曹不住我 经此一劫,司马懿变得更加沉稳内敛,狠辣毒绝 在接下来与诸葛亮的对决中,司马懿采用拖延战术 始终肩必轻也,必战不出 一时之间,竟让神机妙算的诸葛孔宁也犯了难 为了逼迫司马懿出战,诸葛亮使用激将法 特意将女子服饰送往卫营,对司马懿大肆讥讽 要知道,司马懿也是出身名门低势大夫阶层 在那个时代,这些世家大族对自己的名声是很看重的 但司马懿却十分冷静地分析行事 最终,他竟选择了身披女装,站立成头,魅态摆出 气得诸葛亮大骂司马小儿之外,别无他法 最终,司马懿以非凡的定力耗死了诸葛亮 帮助曹魏一举灭掉了蜀汉 因此在朝堂上获得了极大的权势 许多人所了解的司马懿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 而在此之后的辽东战场上 司马懿所做出的一件事,却逐渐暴露出 太阴狠毒辣,艰险冷酷的一面 当时,身处东北地区的公孙渊叛位自立 与北方的先卑,南边的孙权联合,侵扰边疆 对曹魏政权构成极大威胁 曹锐命司马懿出兵讨伐 司马懿欣然领命,率领四万步骑兵 浩浩荡荡地往东北进发 公孙渊宿命,即令大将军碑眼 杨坐在辽水一带铺开阵势 阻击卫军,司马懿遂采取升东击西之法 绕开防线,直接向公孙渊空虚的湘平本营发起攻击 湘平的叛军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司马懿的军队迎头痛击 打得落花流水 于是,司马懿城市将湘平合围 欲让湘平成为一座孤城 然而,此时天降暴雨,使河水暴涨 卫军心声畏惧,便建议将营地迁徙 司马懿却很果断地说 有在敢言牵引者,斩 东北蜀极寒之地 此时又恰逢暴雨 彻骨之痛可想而知 依附单薄的将士们 希望将仓库中的旧傲发给他们 以欲严寒 可司马懿却断然拒绝 对战士们说 短傲是朝廷公务 发放有相关规定 作为臣子 怎么能私自提出这过分的要求呢? 于是,卫军将士只能强忍严寒催折 等待一个多月后 大水终于退去 司马懿一声令下 下令魏军将士夜以继日 轮番攻城 公孙渊心生畏惧 派向国王剑 御史大夫刘府和谈 司马懿二话不说 暂时拒绝所请 不久 公孙渊又派人送还魏军人质 也被司马懿断然拒绝 情急之下 公孙渊欲从南城逃跑 被魏军斩杀于凉水边上 城破后 司马懿大开杀戮 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斩尽杀绝 总人数净达七千名之多 而后 又杀公孙渊所任将领两千余名 司马懿拒绝发放玉寒衣物 严守朝廷规定 让魏军帝对其更加信任 乃至去世时 将其做托估大臣 魏军帝曹锐去世后 年仅八岁的幼主曹芳继位 此时 他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 二人多有举语 相互猜忌 为了迷惑曹爽 司马懿再次发挥精湛演技 以一场病入膏肓 让曹爽放弃了对自己的戒备 结果 以一场高平陵事变 迅速将曹爽扳倒 从此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轮回 司马懿成了第二个曹操 完全架空了曹魏政权 不过 他也与曹操一样 没有直接称帝 而是将机会留给了儿子 公元251年9月7日 71岁高龄的司马懿 在洛阳去世 四年后 其孙司马炎接受曹魏受膳 进朝正式建立 司马懿被上尊号为宣皇帝 尿号高祖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